請問各位長官各位協定大家午安 有關剛剛協定所提到灌白分離的問題 因為我們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早年台灣還是維持農業社會的時候 事實上水利二的灌白均度是一個提供一般生活農戶排放便利的支柱 也因為我們台灣是處於風窟這個季節非常明顯的地區 所以我們在一些脫水期的期間 事實上很多的排水均度的水源 如果說它並不是太髒的話 也是水利會併入到灌白系統的一個可利用的水資源之一 當然因為這幾年工商業的發展 所以變成說很多違規了工廠的劃設 或者是說有一些社區的進入到灌溉區域之後 由於他們自己專用的這些工業的排放系統 以及生活民生用水的排放系統 它來不及建設 所以它是究竟找到風景水利會的灌白均度來直接排入 當然以目前氣候變遷的情況 目前漢堡兩極化是越來越嚴重的 所以說如果早年這樣的灌白系統 混合在一起提供回歸水利用的情況是不可得的話 目前我們在剛才檢報裡面也有提到說 在我們102年奉行河定的水質保護方案裡面 我們也有在敦促地方有關這些工業 或者是民生的排水系統 它應該要來加強建設 那把這些比較髒的水 引流到下游的區域排水 那這中間如果說是屬於比較水質 還是相當可以用的 那水利會的一些灌溉的水量 如果來稀釋它 也可以達到我們灌溫水的一個標準的話 事實上也是可以來增加我們的一些水資源的一個用途 不過你剛才所建議的這些重要的這個關鍵的節點 事實上我們在那個保護方案裡面也都有很明確的把那些點位 有呈現給比如說工業部門或者是地方的這個水利單位 那請他們就這些比較有高污染顯示的那個地區 優先做一些導流的一個方式 那這樣的話可以減少這些污染的廢水 來進入到我們關鍵的這個系統裡面 以上請大家的回應 謝謝 我們剛剛公佈那個 有大概一千零四十幾點的這個重金屬污染 那尤其是葛根鉛 這當然不是農業部門自己污染的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資訊平台裡面 公佈所有的這些灌牌不分離的污染的廠商名單 以及他應該要符合灌牌分離的期程 我坦白跟各位報告 本來預計的期程後來不斷的在Delay 那這個最後還是會影響到 你看我們重金屬污染以後 會不會跟洗腎的人口是不是有關係 其實這個我們說要做好實案 反而最重要 你前段沒有做 你前段沒有做的話 後續這些當然會受影響 所以這個我們也會同步有關公佈的 這個灌牌不分離的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針對你剛剛講的污染有效的這個處理 在我們102年組合定的那個水質保護方案裡面 我們會去動員環保單位 對一些比較污染嚴重的地區 來所謂的加強主量的管制 那另外有關這個工業部門的話 會請他們就有一些潛在污染的源頭 來做一個管理 那對於所謂的民生跟工業的排水系統 也會請相關的水利單位 來加強公佈排水系統的興建 我非常非常高的 好工作 是很非常感謝